大家好,欢迎来到金人直播间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 1.文章概要 2. Inseq 工作原理 3.实验结果分析 4.总结 那我们首先说文章概要 文章的题目是 Coupled SE-ionic and intracellular protein activity Review an immunosuppressive role of TREM2 in cancer 文章发表在赛尔杂志 2020年8月份这一期上 文章的题目翻译成中文 意思就是 偶合的单细胞inic和细胞内蛋白活性 揭示了TIM2在癌症中的免疫抑制作用 文章的通信作者是Eidel Emmett 他是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院的教授 第二部分 我们来谈Inseq是什么 Inseq是一种基于单细胞测序检测 I内表达 同时结合了 荧光流失细胞液检测细胞内的 目标蛋白含量的新方法 它的用途是可以检测 细胞信号 代谢 转入因子 Inseq工作原理 是先对组织做解离 把组织解离成单个细胞 接着把细胞做固定和通透化 固定目的是把细胞内的蛋白 不会漏到细胞外面去 通透化的目的是让外面的抗体可以进到细胞里面来 接着用带荧光标志的抗体来处理样本 抗体可以进到细胞里面去 与目标蛋白进行结合 接下来把经过荧光矿体处理的细胞群 用流式细胞液进行分选 把有荧光和没有荧光的细胞给分开 分选后的细胞做单细胞纹库 接下来一部分做单细胞测序 另一部分做细胞的信号图谱 第三部分我们来谈实验结果分析 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 INSEC的实验方法验证 INSEC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固定细胞的步骤 作者比较了INSEC和其他三种方法的固定效果 这里有五张图 图的横轴是做流式细胞液体验 得到的细胞内的荧光强度 纵轴是细胞技术 每张图中有两个封 浅色的封是对照组的 灰色的封是指多长处理组的 Fresh的组是用没有固定的新鲜样本做实验 相当于是固定效果的阴性对照组 结果是Ctrl和LPS两个封重合在一起了 LPS就是指多长 INSEC这一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浅色的封和灰色的封的分离效果是最好的 其他三组浅色的封和灰色的封的分离效果 都没有INSEC这组好 为了进一步判定 几种处理方法得到了CDNA的质量 作者把几种方法处理的样本 抽TNA再反转露成CDNA 接着做RTQPCR实验 可以明显地看到 INSEC方法得到了CDNA 它在做RTQPCR的时候 需要的循环数是最少的 INSEC得到了CDNA放置两周后的循环数 只是略大于INSEC好之后 立即做RTQPCR的循环数 注意RTQPCR的循环数越少 说明起始的模板量越多 再看其他三种固定办法 循环数都明显大于INSEC的方法的循环数 接下来作者比较了INSEC和新鲜样本 每个细胞产生的UMI数 INSEC样本的每个细胞的UMI数 比新鲜细胞的UMI数少50%到60% 好在各个细胞的UMI数的减少是较为均匀的 异图是新鲜样本与INSEC样本的细胞剧类后的UMAP图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细胞出的剧类分布是高度相似的 F图是把剧类出的四个出的数量进行定量计算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INSEC样本与新鲜样本的剧类结果差的不是太多 做着进一步那三个人的外周学单核细胞样本中的CD45阳性细胞 做新鲜样本与INSEC样本处理结果的比较 可以看到新鲜样本与INSEC处理的样本的结果相近 由此说明了INSEC有较好的固定效果 并且做表达分析时 INSEC样本的效果与新鲜样本的效果相近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部分内容 用INSEC方法将速图细胞按P38蛋白的表达进行区分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细胞样细胞对病原体信号响应的复杂性 作者用子多糖刺激了骨髓培养细胞 做了INSEC固定 接着针对TLR4信号集联反应的下油成分P38蛋白 做细胞内染色 再用硫氏细胞仪根据荧光光强度做了分选 并用湿层仪器做了单细胞处理 这是硫氏细胞仪对细胞上P38蛋白的荧光强度扫描的结果 可以看到图中有两个分 浅色的分是对照组细胞和P38蛋白的荧光分布 深灰色的分是用子多糖处理过的组的P38蛋白的荧光分布 可以明显看到P38蛋白在子多糖处理组中表达较多 而在对照组中表达较少 这是骨髓细胞经单细胞测序之后得到的聚类图 这里面分成四个处 分别是单核细胞 循环单核细胞 速突细胞 和单核速突细胞 请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速突细胞 把这些细胞按照有没有P38蛋白的表达进行区分 就会分成这样两个图 左边是没有P38蛋白表达的 右边是有P38蛋白表达的 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图当中的速突细胞差别最大 左图中速突细胞较多 而右图中速突细胞要少许多 这是把前一张图中的速突细胞减少的程度做定量的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 用蓝色指示的速突细胞 在有P38蛋白的细胞中 比在没有P38蛋白的细胞中减少的程度 右图是log图 进一步展示了速突细胞减少的指数倍数 细胞外的指多糖信号 主要是通过TLR4信号通路传递到细胞内的 而CD14是TLR4的共受体 它们下游都有MYD88的参与 所以作者做了这三个基金 在各种细胞中表达的UMI数量的比较 这里 左边的这张图是用MHC2与CD11的双荧光来区分的细胞 我们可以看到 分出了MHC2蛋白表达量 分别为高和中的两部分细胞 右图是用流式细胞仪对这两部分细胞检测 P38蛋白荧光强度的结果 浅灰色的是MHC2表达水平高的细胞 深灰色的是MHC表达水平为中等的细胞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类细胞的P38蛋白的荧光强度的分布 是有差别的 这是用子多糖刺激骨髓来源的细胞 再用QPCR方法来检测 炎症标志基因MRNA表达水平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MHC2蛋白水平为中等的细胞当中 也就是单核细胞中 这几个炎症标志性的基因 TNF CXC12 LLEB 它们的表达都会有明显的升高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部分 用靶向转路因子 对各种细胞进行定性 对于做invivo活体样本的实验流程 如图所示 取小动物的新鲜组织做实验 同时做insec的固定 透化染色的平行实验 接下来做流逝荧光分学 然后做实陈的单细胞处理 以及做下面的步骤 说一下这里用的这个 转基因小鼠模型的特点 这个转基因小鼠是被转了一个 FOXP3 RFP基因的小鼠 其中 FXOP3是T调节细胞 与其他T细胞的 唯一有显著表达差异的基因 RFP 是Red Fluorescent Protein报告基因的缩写 RFP蛋白能够发出橙红色荧光 那么转基因小鼠有了这个 FOXP3启动子 连着这个RFP基因的重组基因 就可以通过看是否发出橙红色荧光 来判断是否有启动FOXP3基因的表达 用流逝细胞仪来看FOXP3基因的表达 左图是用新鲜的细胞来看 检查的是RFP报告基因发出的荧光 右图是用INSEQ固定的细胞 用针对FOXP3的 带APC荧光集团的抗体 来对细胞中的FOXP3蛋白进行染色 我们可以看到 左右两个图显示出了相似的形状 也就是说INSEQ加淫光抗体的检测效果 与用报告基因做转基因的检测效果相近 作者在把新鲜的单细胞测序结果 与INSEQ得到的单细胞测序结果 做T性图 左图是混合两种细胞得到的结果 右边两个图分别是新鲜细胞得到的图 和INSEQ固定的细胞得到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两者的图形高度相似 这进一步说明了两种方法 得到的结果的相似性 左边是我们在前一张幻灯片展示的图 右图用定量的方法 展示新鲜与INSEQ 两种方法分出的细胞处 这是新鲜与INSEQ固定 两种方法得到的热图 左边是INSEQ的热图 是939个细胞的结果 细胞的数量相对较少 所以显得热图的宽度窄一些 右边是新鲜细胞的热图 是4544个细胞的结果 细胞数量相对较多 所以显得热图的宽度宽一些 可以看到两个图中的热点 基因的位置是大致相同的 这进一步说明了 新鲜与INSEQ固定两种方法 得到的效果是相近的 这进一步说明了 新鲜与INSEQ固定两种方法 得到的表达结果是相似的 分析结果表明 FOXP3阳性的T条件细胞 会高表达CTLA4LL2RA基因 以及TNF受底家族的 TNF2SF4和 TNF2SF18基因 作者在把小鼠子宫颈 淋发结中分离出的 T条件细胞的基因表达谱 与之前别人做的肿瘤微环境中的 T条件细胞的基因表达谱 做比较 看到肿瘤微环境中的T条件细胞中 以下几个基因有高表达 GZMB-CCR2和TNF受底家族 总值通过针对T条件细胞特异的 转路因子FOXP3 在小鼠的子宫颈 淋发结和肿瘤微环境中的差异 证明 INSEC技术可以把转路因子标记 和单细胞RNA测序结合在一起用 接下来 我们说第四部分 用INSEC方法来定义特定GT细胞 POXP3 TCFT7 ID2 是T条件细胞的重要标记分子 用INSEC方法 从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分离出以下四组细胞 这是用流失细胞仪 分选目标细胞的结果之一 这是把上述几种条件 分选得到的细胞 合并得到的T性图 这是按之前的几个标准 分选出来的细胞 分别在T性图中所出的位置 这是各种分选条件下 得到的细胞种类分布图 左图展示的是 每种分选条件下的 各种细胞的占比 右图是每种分选条件 得到的细胞的数量 与已有CD45蛋白表达为条件 分选得到的细胞 进行比较后 得到的相对比较结果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INSEC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 在单细胞水平上 研究各种细胞状态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说第五部分 TIEM2定义两群 净润肿瘤的骨髓抑制细胞 随样细胞在控制 适应性抗肿瘤反应的激活和抑制中 起关键作用 然而到现在为止 除了两个宽普系的 Mark基因 CD11B和GR-1之外 没有清晰的细胞表面分子 来定义随样抑制细胞 作者就想看 其中金氨酸梅E蛋白 也就是AR基温蛋白 能否作为一个重要的 区分作用的基因 来对随样细胞做区分 途中是实验流程 用有MCA205 这个肿瘤细胞的合流小鼠 作为动物模型来做实验 看其中的肿瘤微环境 取肿瘤组织 进行细胞解离 并做INSEC固定 然后用针对AR基温蛋白的 荧光抗体做染色 再用流式细胞仪 对有荧光和没有荧光的细胞 做分选 分选后的细胞 做单细胞健库测序 这里 左边是流式细胞仪 按照有没有AR基温蛋白 对细胞做分选的结果 右边是对分选出来的细胞 抽提RNA后 用QPCR方法 对AR基温基因的MRNA的表达量 做定量检测的结果 可以看到 AR基温蛋白阳性的细胞中 对应的AR基温的MRNA的表达量也高 这是符合预期的 作者接着把MACA205小鼠 河流模型中的肿瘤微环境中 通过CD45加 CD11B加 AR基温加和CD45加 和CD45加 CD11B加 AR基温-挑选出来的 8280个细胞的单核测序数据 整合成77个原细胞 来看这77个原细胞的表达水平 如图所示 横轴是排列的这77个原细胞 纵轴是一些关键基因的表达水平 作者发现在AR基温加的细胞群中 有一个肿瘤相关的原细胞群 这些原细胞告表达 SPP1 C1QA CX3CR1 和AOE 有一个原调节细胞群 这些原细胞告表达 HMOX1 GPNMB HILPDA I17R 和CLEC4D 在不表达AR基温基因的那些细胞群中 有高表达 LY6C2 PLAC8 CCR2 把表达AR基温的原细胞 与不表达AR基温的原细胞 做进一步的分析 显示出 有基因表达调控共性的图 也就是右边的这张图 这个分析进一步确认 PDPN1基因和TREM2基因 与肿瘤相关的聚细胞 和调节聚细胞 表达AR基温基因明显相关 在接下来的实验当中 会多处提到PDPN基因 近期 关于TIM2的基因 有以下的发现 TIM2受体被确立为 主要的病理学诱导的 随样细胞信号传递枢纽 可影响组织损伤 而激活免疫重塑 TIM2在与神经退行性 和代谢性病理相关的 随样细胞中 协调免疫抑制 吞噬作用和生存功能 前面的单细胞测序的 实验数据已经证明了 由LY6C蛋白表达的细胞 它的AR基温的基因表达量是低的 这里就是由LY6C蛋白表达的细胞中 AR基温的基因表达水平 作为基准医 看几种别的蛋白表达的细胞当中 AR基温和TIM2 这两个基因的表达水平 实验是用QPCR的方法来做的 实验结果很清楚 GPNMB-PDPN-CX3CR1 有这三种蛋白表达的细胞 里面的AR基温基因 和TIM2基因的表达水平 都明显高于 有LY6C蛋白表达的细胞中的水平 作者做了肿瘤微环境中 细胞表达PDPN蛋白 与其他几个标次蛋白的情况 这是用流氏细胞仪做的 首先 有检测到同时表达PDPN蛋白 和LY6C蛋白的细胞 其次 表达PDPN蛋白的细胞 有高表达CX3CR1蛋白 和GPNMB蛋白 这是用直谱流氏细胞仪技术 来分析肿瘤微环境中 给出标志性蛋白的表达情况的UMAP图 图中 红色是高表达 蓝色是低表达 可以看到 PDPN蛋白的高表达区域和 LY6C的高表达的区域正好是相反的 PDPN和 ARG1 TIEM2 CX3CR1的蛋白表达 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合的 总之 因此分析出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水氧细胞 这两种水氧细胞都表达两个蛋白 ARG1和TIEM2收体 接下来我们说第六部分 TIEM2启动T细胞无功能和肿瘤免疫逃脱 为了获得与肿瘤相关的水氧细胞群的更深的分子表征 作者对来自MCA205肿瘤的免疫细胞做了Mars-Seq测序 把12081个细胞整合成了115个原细胞 再把这115个原细胞做成了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 表达ARG1的原细胞和表达TIEM2 PDPN两个基因的原细胞高度相关 过去的实验提示了TIEM2可以在各种病例情况下 促进水氧细胞的增殖、存活和免疫制 接下来作者就在细胞水平做功能验证 作者找了N9细胞作为细胞模型 用CRISPR-K-S9方法做了敲出TIEM2基因的N9细胞株 然后把TIEM2基因正常的N9细胞 和TIEM2基因缺陷型的N9细胞 分别于被αCD3和αCD28激活的 并且用细胞增殖染料标记的 有表达CD8蛋白的皮脏柚子T细胞 以1比5的比例共培养 看细胞的分裂增殖 图中是实验结果中 CD8T细胞的增殖情况 荧光光墙越淡 则增殖越强 No Activation组是阴性对照组 CD8T细胞很少增殖 剩下的4组都是用αCD3和αCD28激活刺激的 如果是单纯的激活结果 可以看到CD8T细胞增殖很快 TGFB是一个转化生长因子 当培养集中加了TGFB 相对于Activision就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TIEM2野生型的N9细胞 和有TGFB相似的抑制作用 TIEM2缺失型的N9在左 T细胞的分裂就相对于TIEM2野生型的多一点 这个结果提示 TIEM2基因有调节绥养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 这是对刚才五种培养结果当中 表达CD8蛋白的T细胞 对它的增殖情况的定量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TIEM2缺失型的N9细胞 共培养的条件下 T细胞的增殖会多于 和TIEM2野生型的N9细胞共培养的结果 接着作者做了TIEM2基因缺失的小鼠动物模型 在TIEM2基因野生型和TIEM2缺失型的小鼠身上 种MCA205肿瘤细胞 看肿瘤的生长情况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野生型的小鼠身上 肿瘤的体积明显大于 缺失型小鼠身上的肿瘤体积 右图是肿瘤体积的定量测定结果 TIEM2野生型小鼠身上的肿瘤 比缺失型小鼠身上的肿瘤体积大 这进一步说明了 TIEM2基因起到了免疫抑制作用 最后我们对文章做一下总结 作者开发了一种命名为InSeq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细胞的固定化通透化 结合流失细胞仪 检测多种细胞的细胞内的蛋白表达 和单细胞的Ionaseq信息 通过一系列针对肿瘤微环境的检测 发现TIEM2基因可能对随氧细胞有免疫抑制作用 在细胞水平、动物水平 验证了TIEM2基因的免疫抑制功能 接下来说一下我成为个人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展望式的观点 科学家可以考虑把InSeq的细胞固定化通透化 和带DNA标签链的抗体 实陈单细胞测序 结合起来就可以同时得到单细胞水平的细胞内蛋白表达 和单细胞的Ionaseq信息 而且这是一个单细胞的细胞内表达信息 和一个单细胞的Ionaseq信息一一对应的 这种信息会非常有用处 感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欢迎大家关注精能生物微信公众号 感谢大家的宝贝